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很久不见了 又是我DSC数学联盟 今天继续2020年DSC求Level 2攻略的不等式第七集 我们今天会介绍复合不等式的第三种题型 因为我们有分及和画两种玩法 今天会继续解析的第三种题型 假如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条数是x要小于1 及x要大于5 都是复合不等式 和上两集的题型好似 只不过今次有点特别 和上一次是不同的 我们先画我们的朋友Susan 数线就出现 0大概在这里 0的左边是负数 0的右边是正数 1大概在这里 5大概在这里 现在一个要小于1 小于1 所以战序会向左 因为这里没有等于 所以这里会是空心 X也要大于5 大于5大概在这里 战序会向左边 好现在记不记得 几集之前我们说过 及的定义就是 要两支箭嘴都指中的范围 我们才会拿去做答案 如果有一些数据 是在1的左边 大概在这些位置 有这支箭嘴可以指中 但这支箭嘴是指向这边 所以如果有一些数据在这里 只有这支箭嘴会指中 而这支箭嘴没有指中 所以只有一支箭嘴指中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做答案 因为我们要答案的 就是要两支箭嘴同时 都指着的范围才是答案 所以这里只有一支箭嘴指中 它就不是答案了 好了 在两支箭嘴中间 即是1到5之间又如何呢 在这里甚至乎没有箭嘴指中 因为这支指向这边 这支指向这边 中间这里是没有箭嘴指中 所以更加不要 更加是不会拿去做答案 好了 如果在这边又如何呢 在5的右手边又如何呢 在右手边这里 就是5这支箭嘴指中 但是回到1这支箭嘴指不中 所以在这里的范围 也不会是答案 那你就会说 糟了 这里我们不要 这里我们不要 这里我们又不要 那就是沿着整条素线 沿着整条素线 沿着整条素线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范围 我们是要的 没有一个范围是答案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写一句中文的说话 或者英文的说话 如果你用英文的说话 我们就会写一句说话给他 那句说话叫做没有实数解 你就可以跟他说 X是没有实数解的 因为我们沿着整条素线 找不到答案 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 是两支箭嘴都指向那一道 所以便是沿着整条素线 根本就没有答案 所以答案我们就会写 没有实数解 英文你可以写 No View Solution 所以如果当两支箭嘴分开指向 它们又不像上次 可以包抄着一个范围 我们就会写着它是没有实数解 再来多个例子 你可以按停这段片 自己挑战一下 这里叫做X大过负1 及X小过等于负3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画一条素线出来 看看形状 假设你按停那段片 自己试一下画了 答案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Susan在这里 0我会放在这里 然后负1和负3 都应该在0的左手边 负1就负得少于负3 所以会近0多一点 然后它要大过负1 即是它是这样的 是指向右手边 因为大过负1 逢亲大过的东西都会指向右手边 好了 这里X要小过等于负3 所以我就会画一个实心的箭嘴 指向左手边 这个叫做小过等于负3 这个时候也是两支箭嘴分开两边走 分开两边走的时候 即是它们没有重叠的地方 即是我找不到一个地区 找不到一个区域 是会两支箭嘴都指中的地方 所以这一条答案也是没有实数解 所以这个就是及的第三种提型 就是简而言之 就是当你两支箭嘴指的方向相反 而它又不是像上次那样包抄 中间会有个范围夹住的话 是分开两边撕开 这个时候答案便会是没有实数解 不过要提醒你 就是当你连结着两条不等息的关系是及的时候 答案才会是这样的 如果是滑的话答案是有的 是有答案的 那我们会在未来几集的时候 再探讨滑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拜拜